1.挤入牙膏,小苏打,白醋,倒入50度的热水,加入洗衣液搅拌均匀,将衣服浸泡半小时洗一洗,洁白如新 2.水中加入白醋,洗衣液,食盐,牙膏,小苏打,搅拌均匀,把衣服揉搓几下,衣服就干干净净了 3.孩子的校服总倒上笔印,怎么搓都搓不干净,护手霜,肥皂,酒精,笔印处先倒点酒精,再抹上护手霜,肥皂给它弄上去 4.用指甲刮一刮,再用刷子刷一刷,你们看已经没有了 4.好多人喜欢穿白色T恤,蓝色牛仔裤,两者一起洗很容易穿色,把肥皂削成肥皂末,加入小苏打,加入80到90度的热水,找个衣架搅拌均匀 很多人会问80到90度的水,不会把衣服烫坏了,像化纤的,锯纸纤维的,棉毛混纺的可以高温泡的,针丝,有涂层的,这种不能高温泡的,大概泡了10分钟左右,已经恢复了白色了 接一盆清水直接洗就行,不断的大把的去揉搓,关注我学会更多小妙招